文媒傳染病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國務院國家文媒傳染病房間中心 致力於文媒傳染病的研究 尤其是現在登革熱的研究的部分 我們跟各個單位合作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0.07秒 用人工智慧辨識紋臉辨識之外 還有利用無人機在屋頂或者下水道 進行自身的搜尋頭藥之外 國務院也致力於科府教育非常著力非常深 國務院跟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 共同合作設計這套滅飛特工隊 這是一套登革熱防治行動教具 我們當初設計這套教具的概念 就是可以讓所有的登革的知識 還有標本轉移成這五個關卡 以類似密室逃脫的概念 通過每一關有一個關卡 可以從下一關 通通放到這個行動教具箱 我們提供給各個國小 然後能夠尋回的 能夠讓他們在自己的學校 就能得到一樣的知識 而不一定要到國務院 甚至到客國館 而到國務館 就能夠進行這樣的知識的交流 那目前這套行動教具箱 已經有或有台灣大概200所的國小 已經正式的試用過了 我們去年也推廣到泰國和馬來西亞 進行這樣的合作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把其中有一關叫做 資深員糾察隊 我們以拼圖的方式 跟小朋友做直接的互動 讓他們能夠了解 什麼是家裡真正有可能的資深員 而什麼可能是我們一般想的 但是平常他並不是資深員 另外我們for 國高中生我們設計另外一套VR 虛擬實境的 這樣的行動教具的方式 他們可以利用虛擬實境 直接找到家裡 不管是室內 不管是戶外 有任何資深員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文媒中心 就推廣這一套 這次的科普日 就會拿這一套的 資深員糾察隊 來跟大家一起遊戲 然後讓大家在遊戲中 有更多的學習 好 在遊戲前 各位小朋友 你們知道登革熱 驅公病 茲卡 都是由於斑文釘咬所傳染的疾病 當起紅疹 發燒頭痛 骨頭關節肌肉疼痛 就很有可能得了登革熱 登革病毒 並不會由人直接傳染給人 而是在人被帶有登革病毒的 病媒文釘咬後 經過三到八天的潛伏期 才會開始發病 有症狀的前一天 到有症狀後的後五天 這段期間 如果又被斑文釘咬 這時候就有可能 將病毒傳播出去喔 如何降低得到登革熱的風險呢 就是要先消滅資深員 我們可以從 尋、倒、清、刷 四個字的口訣 來進行居家室內 與戶外的環境清理 除了經常尋檢 除了經常尋檢居家室內外 可能的積水容器外 還要倒掉積水 丟棄不要的容器 而正在使用中的器具 也要徹底的清潔 最重要的是 留下的容器四周也要清刷 這樣才能有效的去除斑紋的蟲卵 並且記得喔 要將容器妥善的收拾 還有倒蓋 我們今天的遊戲 就是讓小朋友 從居家的社區 16張場景拼圖中 找出10張資深員 介意從遊戲中 強化小朋友 對於資深員的概念 進而把正確的觀念 帶回家 與爸爸媽媽 與阿公阿嬤分享喔